今天很高興可以和朱先生一起談談駕駛培訓行業的發展 朱先生,你好 你好,Apple 可否跟我們說一下駕駛培訓行業在香港的發展是怎樣的 在香港提供駕駛培訓的 有政府指定駕駛學校、私人駕駛學校、私人老師 三者只有政府指定駕駛學校的培訓和營運受到政府監管 政府對於駕駛培訓的時數有發出指引 對於培訓的課程內容沒有硬性規定 私人駕駛學校和私人教車師傅 多數都是根據他們過往的經驗去教導他們的學員 內容不盡相同 我們學院累積了30多年的駕培經驗 已經發展出一個設合考試需要 有系統、分階段、目標明確和高度透明的 駕培課程 每個階段的培訓完成後都要考評 令我們的學員很清楚地知道 自己的學習進度和水平 也令我們的學員可以在我們的導師指導之下 很針對性地改善和提升他的駕駛技能 那麼經濟周期市道好嗎 對於你們的生意會否有影響呢 由於香港地小人多 公共交通網絡完善 乘搭這個公共交通工具就甚為方便 駕駛培訓雖然有一定的需求 但是就不像歐美國家一樣 懂得駕駛是必須的技能 因此經濟周期對學車意欲有很大的影響 經濟不好的時候 有意學車的人多數都會等經濟好的時候 才考慮去學車 那行業的規模和發展 和其他國家的比較又是怎樣的 在香港學車的人數 每年大概是5至6萬人 學員主要是18到25歲的年輕人 由於市場有限 所以駕培行業的規模就不大 除了這個政府指定駕駛學校之外 還有幾間較大的私人駕駛學校 剩下的就是個別的私人導師 中國經濟發展迅速 駕培的需求非常濃縮 全部都是由政府監管的駕駛學校提供 以北京為例 最大的一間駕駛學校 每年培訓的人數可以多達25萬人 由於駕培行業 在過去幾年發展過於急速 現在已經開始出現產能過剩 撼價競爭 太弱流強的情況 日本的駕駛學校一般來說 規模不大 每間駕駛學校 每年培訓的學員 大概是5至6千人 由於日本出生率低 人口老化 所以年輕學員的數目 是有不足的情況 引致駕駛學校之間的競爭 是非常劇變的 今天感謝朱先生的分享